知名的大東夜市上百個攤位 從果汁熟食到遊戲 一個禮拜營業三天 觀光人潮不斷 現在大東夜市的租約 即將在112年1月到期 由於大東夜市本來就是 沒有設立營業合可 違法設置 租約到期後可能無法營業 會比較亂一點 然後也比較吵雜 可能衛生環境要稍微注意一下 造成地方的黃樓 黃下會上漲 大東夜市在當地經營大約20年 但是土地的使用權始終有爭議 在2018年 台南市農會和台南市政府 為此訴訟 8月最後判 雙方共同持有 而大東夜市始終沒有取得 營業許可 租約可不可以去 民眾看法不同 剛好最近離大東夜市 兩公里左右 出現了一個大王夜市 星期四晚上 大王夜市中的攤位 零零星星 逛的人並不多 主管機關接獲了檢舉 前往稽查 打開了台南的地圖 東區有大東夜市 中西區有五神夜市 北區有花園夜市 大大五花大五花 這句訊口六 標出了天天都有夜市可以逛 但是大東夜市 土地租約即將到期 加上長期沒有取得營業核准 現在有業者 在附近的平時重劃區 向國防部租用土地 打算招商開大王夜市 企圖取代大東夜市 違規經營夜市的情形 本處立即予以 開出一萬元的法單 平時重劃區的大王夜市 業者規劃了八百個攤位 但現在招商不到一半 能否合法營業 也還在討論 大大五花大五花的順口六 會因此成為絕響嗎 受到各方關注 三連新聞網上 朱宇榮台南報導